前几天收到一个宠友私信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猫和狗谁更聪明 我想了一会儿 发现这问题难度堪比女朋友和老妈同时掉进水里该救哪一个 于是我翻查了大量资料 想看看网友们是怎么认为的 少部分人认为猫更聪明 因为猫从小就不乱拉乱尿 会使用猫杀买屎 而且还会自己开门 抛开这些不知一提的小事不谈 猫的记忆能力和学习能力也都很强 只要看一眼你把零食放在哪了 他就能牢牢记住 等你不在的时候就有本事偷出来吃 如果你说你家猫从来不偷零食 那真相只有一个 就是他觉得你买的零食不好吃 而大多数人认为狗更聪明 猫会的这些都是狗玩剩下的 狗不但会这些 还能听懂人说话容易训练 并且大家都知道有导盲犬 基督犬 搜救犬等等的工作权 但从没听说过有任何的工作猫 另外狗作为群居类动物 日常互动会涉及到更复杂的仪式和行为 就会有更强的社交能力 所以狗的大脑是在不断进化的 而且也证明了狗更聪明 首先狗大脑里的神经元有大约5亿个 是猫的两倍 其次上世纪70年代 一位叫哈里杰利森的心理学家 开发了脑指数用以测试智商 实验结果狗的指数是1.2 而猫的指数是1.0 所以狗更聪明 但是我们都别忘了 猫在拿捏人类这件事上 早已是炉火纯青了 猫是主动学习 它能驯化人类 就说猫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你以为那只是普通的呼噜声 其实是猫利用自己的呼噜声 使人类产生幻觉 勾起人类的保护语 看完720级火影忍者的 我清楚明白 这种火影级别的高阶忍数 没有超高智商肯定学不会 所以我认为猫的智商更高 而狗是情商更高 只有人是最傻的 当然了 以上言论不包含二哈 毕竟狗是狗 二哈是二哈 虎年马上就到了 下期开始我将连出六期视频 来说我国的小老虎 中华田园猫 我是PT新爹 有问题评论区 at我 Respite